我刚刚4月回香港来,回香港去探望家人,回香港最怕是什么?很喜欢回香港,不过最怕是坐长途的机,坐在这里坐十几个小时觉得很辛苦,但是一路坐机上了机的时候,我就发觉在机一路走出去跑道的时候,一路走出去跑道,通常那些空中小姐有做点东西的,发觉吗? 通常那些机一路走出去的时候,空中小姐就在这里,请大家,你的座位上要戴好安全带,如何戴,如果我们的机会撞机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如何呼吸呢?就自己呼吸先,带了4年后才帮其他小孩戴,你说什么呢?又是那些水泡来的,你要穿上,如何吹吹,我问你,通常你听不听的? 我只是见到一个人,我只是见到一个人,其他那些都,嗯,我自己呢,坦白说,我上到机里坐在这里的时候,通常都是可能是最累的时间,要不就睡觉,要不然就拿书看,那段时间我很少说,去留心,不是没有,就是日间中都会有的,很少说留心听, 为什么呢?我有时候在这里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里很多人都坐过飞机的,是吧? 你坐飞机的时候,你自己,你想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的时候,不听的呢? 或者听的,为什么听的呢?不听的,你为什么不听呢?我想都有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发觉,那个讯息,他一直在说那些东西,不是很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为什么不适合你呢? 就是不适合实际,因为你不是上那架机,想着去撞机的,是吧?就是你不要想着,哇,我上那架机,想着那架机会撞机的,我第二天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如果想着撞机,你还答不回答他? 不会,谁想着撞机,你会上那架机的,好了,所以,通常我们,根本就觉得不会撞机的,所以你就不会听那个讯息,应该怎么做,想着撞到才算,撞到我就捂着那架小姐了,好了,那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听呢? 第二个理由呢,因为,为什么呢?你听惯了,你已经听过了,是不是? 每次说来说去都是那些东西,一上到去坐下,他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心里面,已经觉得我不需要再听这一样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听过了 我们其实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好像这样的情况 第一就是什么呢?为什么那些人不听呢?就是不听福音的讯息 第一样就是觉得,听来,好像觉得不是很实际的 啊,《马圣经》里面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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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和我怎么教仔,我怎么在生活里面工作,遇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可以用得到 实际上,福音怎么应用在他生活里面呢?可能他不知道,所以他觉得,哎,我不用听了 第二样就是,觉得福音说来说,他也是耶稣爱人,是不是? 听过了,但他不知道,究竟在福音里面的讯息是怎样能够真真正正正应用在他生命里面?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个讯息很重要 在这间教会来说,这个讯息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怎样的去为主耶稣基督,关心和拯救其他人的灵魂 这个讯息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耶稣基督怎样看这一件事?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角度里面,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打开有圣经,你打开路加福音十五章 我们今天会看完整,由第一节看到三十二节,就是要看一下耶稣基督究竟怎样去说,我们面对拯救灵魂这个问题,或者面对福音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家打开路加福音十五章,一百零五页,新药圣经 第一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众须利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然后教会那些人,法利赛人和民事就做什么呢? 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 在这里,耶稣基督用很多的时间,那些税理,那些罪人和其他人,挨近耶稣基督要听他讲道 而那些教会里面,那些人是怎样呢?那些民事,法利赛人,那些宗教人是怎样呢? 就觉得批评耶稣了,为什么耶稣这个人永远和那些罪人一起吃饭,又和他们一起接待这些罪人 接着呢,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面,耶稣基督就解释给这些法利赛人听,给这些宗教里面的人士听 为什么他会和那些罪人吃饭,为什么他会接待这些罪人 他用了三个比喻,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就是失钱的比喻 第三个就是失仁的比喻,就是王子的比喻 第一个,一讲的就是3-7节,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 然后,找那失去的羊,接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共在肩上 回到家里,就请朋友轮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来,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教育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在这里我们第一个看到,耶稣基督是主动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 这里不见了一只羊,牧人是主动去找那只失丧的羊 他主动去找那只羊,直到找到为止,他不是等那只羊不见了,自己找回家,自己找回牧人 不是这样,而是他自己的牧人出去找那些失丧的羊 在这里,其实神是告诉我们 神不是预计迷失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自己找他 而是预计我们那些,耶稣基督说,你爱我妈,爱我,就喂养我的小羊 为我们的基督徒,叫我们的基督徒,与其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去找那些未相信他 或者不懂福音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未升迁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 那个大使命是什么?叫你们要去,是吗? 使万民作,我门徒父子圣灵的名,帮他们施浸,然后将我所教给你的东西,教给他们 我就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对未信主的人的关怀,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我们需要去找他们 有一个统计,做了一个访问 那个访问是做什么呢?有关什么呢? 就是做那些浸死了的人 你说访问,中牧师怎么访问浸死了的人,还怎么访问? 不是访问浸死了的人,是访问浸死了的人 就是看着旁边有人浸死了,他在他旁边,他们就访问那些人 访问他们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 你明明他在你旁边附近的嘛 你看着浸死的,为什么你不够他呢? 你以为多数人怎么说呢? 多数人就会说,因为我不知道他在浸中 就是不知道他在浸中,就是在浸中 就是在浸中的水 他以为他在浸中的浸中 以为他在浸中的浸中 就不知道他是浸了下去 结果浸死了也不知道 可能他是想救他 看不见这里的关联呢?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社会里面 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原来人家的处境是这么恶劣 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处境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 原来他是这么困难 不知道原来他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 可能到有一天,他就是会失丧了 或者就是会没有了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时没有很认真地去想到这一件事 所以结果,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主动地去传福音 或者没有认真地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我们其实看到,在生命里面 很多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亲友 他们可能面对着一些很困难的挑战等等 或者他们自己实际不知道他们的挑战是什么 但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上星期说到做炎做光的问题 说到这个社会如何的黑暗 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完结后 Yvonne跟我说 今天看你的报纸、新闻 真的发觉我们这个社会很黑暗、很腐败 所以说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很需要主耶稣基督 原来我们真的知道那些人是需要神的时候 其实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像御匿的人一样 他一直在求救 但是我们懂不懂得给他一只门手 拉拉他呢? 我们需要主动地去帮助其他一些失所害人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这样做的 还有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优先次序里面 他是对这些拯救灵魂的事情 是最着重的 有九十九只羊 总共有一百只羊 九十九只在这里 一只失丧了 即是一只不见了 他就放下这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 看看那个重点放在哪里 他不是说我有九十九只 算了,看着这九十九只 不要让他不见了 而是他不见了那一只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了那一只 他就去找那一只 那这里我们看到 这一件事是很重要 就是耶稣基督的优先次序 在生命里面 那个优先次序里面 他那个的传福音 或者是拯救灵魂 那个的重点 是在他生命里面 我们是很看得到的 在加拿大有个牧师 那个牧师就是 一开一间都挺大的教会 是传道卫尼会的 每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 他就会 未开执事会 坐下他就会说一样东西 他立即就说 他说 We are here tonight to reach people 即是我们今晚开执事会 其实就是为了拯救人 去帮助其他人 And every decision we make as a board will either help us in that cause or hinder us 即是说 我们在执事会里面 做的每一个决定 要么我们就是 帮助去寻找到人 要么就是 影响我们 不阻止我们 或者妨碍我们 去寻找到人 而事实上 你想想 在教会里面 那个工作是什么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会 给一个教会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为他去传福音 为他去拯救人 将他自己的福音 将他的信息 去传给其他人 所以呢 在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 或者在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 这一样的 有时我们 在教会里面 可能我们会觉得 已经开始很舒服了 今天不是很舒服 因为今天 为什么呢 今天 一、二、三、四 四行 都没有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 过完 Long Weekend 我发觉 人好像更少了 Long Weekend 通常Long Weekend 才去旅行 所以今天 每个星期都会这样坐 你可能会不会很舒服 因为觉得 我们需要找多些人 好了 但是呢 到你坐到这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 咦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了 差不多不满了 所以 突然间就没有了 那种Urgency 就是觉得 需要去 将福音传给人了 是一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 这个故事 即现代的故事 都说得挺贴切的 就是说 在一个 海湾里面 海湾里面 那个海湾 是很大浪的 所以 经常有船沉 很危险的 在那个小载里面 就发觉 那么危险的地方 有些志同道合的人 就觉得 不要 如果有人有船沉 不如我们现在在这里建一间 就是建一个救护站 如果有船沉了的话 我们就派人出去救他们 那结果 就建了一个救护站 就派人出去 就是有船沉 就出去救人回来 救了很多人回来 他们的工作又做得很成功 那所以呢 慢慢呢 他们就出名了 那出名 就发觉 来的人 就是参与 参与救护的工作的人 又越来越多了 那越来越多 那他们的资源又多了 那于是他们做什么呢 那好 我们现在呢 建一间大一点的屋 大一点的救护站 来去救人 于是呢 就建了一间很大 就是比以前那间 更加大的救护站了 建了一个救护站之后呢 那然后呢 就大家呢 就越人又越来越多了 因为里面呢 那些装饰又好啊 家具又漂亮啊 坐下去又舒服啊 于是大家呢 就在那里呢 就越来越舒服了 整整一下越来越舒服呢 人又越来越多 那在这做什么呢 就变成了一个club house呢 就多个是救护站了 那 但是 外面还有船沉的 还有人 就是要 要帮助的 有些人出去帮助 帮助了他们之后呢 就救那些人回来了 都要救回那间屋那里 急救的嘛 急救了 那发觉呢 很麻烦啊 那些人 濕纳纳地搬他上来 弄到一些地毯 骚髒了 那些梳化又被他弄到骚髒了 所以呢 于是呢 就开始有些人就不满了 就发觉呢 不行不行不行 那救了那些人上来 那些血迹斑斑的 骚髒了 那么我们 影响了我们的social function 那所以呢 开始就分裂了 就分裂大家投票 应该怎么做 大部分人觉得 哎呀你不要搞我们了 你们想搞那些呢 想救人那些 你们下去下面那里 再建那间 小小的 我们给点钱你下去 再建那间 于是呢 那帮人呢 又下去再建那间了 大部分人就留在这个cuphouse 那里 就是继续吃喝玩乐 享受他们的 其他的那些又下去了 下去之后呢 但是呢 慢慢慢慢他们又会大了 跟着呢 慢慢慢慢带呢 跟着那些人又不喜欢 又有够些人上去 那么